公民总竹笔 iPhone93.1台北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公民总竹笔渝过滑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 这个演出呢 即将在12月在北投演出 然后这个剧本呢 是来自一个日本人的作品 然后他只有两个演员 然后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在日本发生的故事 搬到了一个具有日本风情的北投 然后这个演出呢 还不是只有剧场演出 它还有北投的小旅行 更让人觉得有趣的是 这样的一个演出 整个的设计跟规划 是一个刚刚成立的年轻团队 淼淼剧团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剧团的导演 嗨 您好 大家好 我是导演敏红 敏红还有女主角 那齐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淼淼制作的助团演员 那齐 好 那个这两位都非常年轻 敏红跟那齐 我们看到台湾一直有新生代的 演员创作者加入到我们的剧场 那这个团今年才成立淼淼淼剧团 淼是哪个字呢 其实是三个水 好 那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有三个人 当然现在在我们的录音室外面 还有一个制作人 郭芳萍 好 那请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次的演出 那这个杏仁豆腐心 那我们都知道杏仁豆腐 是我们常常吃的点心 那这个作品呢 其实是来自日本 一个剧作家的作品 那你们在三月创谈的时候 曾经演出过一次 然后你们这次十二月 要重新把它带到北头来 那为什么会 三月的时候会选择这个作品 然后你们今年的等于是你们今年最重要的制作了 你们又要再演这部作品 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制作呢 杏仁豆腐心 是我今年在北京电影学院最后一年做的毕业制作 我在挑选毕业制作的作品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希望这个作品是focus在表演的 所以我就挑了一个本 它可以尽量精简设计 然后把所有的注意力跟焦点 就是集中在演员身上 那我觉得杏仁豆腐心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剧本 然后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 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它就是独幕剧嘛 然后两个演员 然后大概 七八十分钟 然后完全不间断的一个表演 就是一个很大挑战 然后当初三月的时候 算是挑战成功了吧 所以挑战成功之后呢 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回响 所以呢 我们三个人跟那个山城 就是我们演出场地的馆方 就商量讨论了一下 就觉得 我们好像可以在十二月的时候 再来做一次这个戏 对 其实三月的时候刚好 其实还是在疫情的高峰 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疫情会是什么时候结束 那然后现在当我们很开心 就是台湾大概是全世界 极少数我们还可以 正常生活到戏人看戏的地方 那这个戏其实很特别 它其实在讲的是一个 一对离婚的男女 算是分手啦 分手 他们并没有真的进入一个正式的婚姻关系 OK 分手的男女 然后他们在 一个晚上的故事 他们在回溯他们过去的 发生的一些生活跟经历 但是这个 这个男女主角中 其实女主角占的分量比较重对不对 就是主要是女主角的表演 导演你认为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 因为当初剧传闻 应该就是 这个剧本是这个剧作家写给一位女演员 是 大概算是他们的 他们是身交 然后他想说 我写几个剧本给你演好了 然后就写了一个男女的对角戏 那但是这个本也蛮需要男生角色 男性演员在里面 就是怎么讲 support 就是去支撑他 支撑女生的表演 其实我觉得 看导演的手法 我觉得 是怎么讲 两个人的对戏 是同样好看的 对 这个戏其实在台湾 就剧场专业的工作者来说 其实并不陌生 因为他是两个人非常简单 在一个小房间里就可以演的戏 然后非常的魔演员 但是对一般观众来说 可能会比较陌生 但事实上 他的故事的内容 又非常的贴近 现在人的生活 那导演你怎么样去 让这个戏 他其实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戏 那我们再熟悉日本 或是日本的生活方式 跟我们再接近 他还是有差异 那你还把它搬到台湾 然后放在北投的一个空间 你做了什么样子 特别的处理 或者是转换 的确 这个本其实有很多日本的线索 日本人数 是完全限制在日本文化里面的 那只能说 现代人 现代年轻人 现代感情关系的 内在的问题 可能是每个文化里面都会经历的 所以 所以我们在 我们的选择是 在演出的内容当中 我们不去调动 所谓的日本元素 因为他都有他的必要性 在剧本里面 如果我们要在地化的话 我们会其实基本上要写一个全新的本了 就是直接只写一个新的本 因为他太日本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我们 忠实呈现他的剧本本身 他就是个翻译文本 没有错 观众看的就是一个日本的故事 发生在日本 但是我们在 在北投的老房子里面的演出 因为这个北投呢 说起来也跟日本的 文化有点关系 那 再加上我们在演出前 我们也有安排一个 算是小旅行 或是捣烂 北投捣烂 我们也去拜访 去参观 曾经在北投的这些土地上 留下的一些日本的痕迹 那让观众在认识北投的过程中 也可以提早对这个故事 有一点感觉 这个感觉是 日本的也是关于自己 台湾跟北投的 对 那其实是很特别的设计 在北投演出一个 日本文化为底的故事 然后又先带大家去小旅行 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去设计这个旅行 这旅行要包含哪些参访的对象的内容 主要是因为 这个剧本里面有提到 怎么讲 就是 浴池啊 或者是娱乐产业的兴衰 他们家曾经是做街头艺人 然后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后来就是慢慢衰落 可能也因为日本经济变化关 那我们就也去看看 在北投在台湾 有没有类似的就是 娱乐产业就是在 在这里兴起又没落 以及在北投跟浴池有关 跟炮车有关的 的产业们 他们的人们是怎么变化的 什么从一百年前日本 一百多年前日本来台湾到现在 是怎么变化 然后去跟剧本产生连结 对 这是我们的作法 嗯 那个 米豪我想问一个八卦 就是你是导演 对我是导演 你们刚创团 对你们三个人是好朋友 是好朋友 对然后你第一次当导演 也不是你以前也导过一些其他作品 对对对 好那你们的创团作 然后你面对的是一个 这么漂亮又这么会演戏的女主角 然后又都是女生为主演 主导的故事 对 你觉得那个 娜琪是一个很好合作的对象吗 娜琪是很好合作的对象 她太好合作了 但也就是因为太好合作 所以我要打破她 就是她太漂亮 她太漂亮了 所以我 我每次都希望她可以丑一点 对 对这是我跟她合作的一些困境 我想让她丑一点 所以这个剧本里面 原来描述的这个女主角 就应该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吗 她并没有在这个长相上多做描述 没有描述 对 那娜琪你怎么样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女生 她的年纪其实应该比你真实的年纪要大 对 其实她在 剧本上设定其实是四 四十多岁 嗯 就是她没有 她没有所谓角色设定 就是我们从那个台词啊 字里行间推测出 她就有一句说 我都四十几岁的人了 嗯 那就是这样子年龄段的人 其实 呃可以说就是这个 欧巴桑 然后 对啊 因为在日本嘛 然后就是 当然跟我本人还是有满大差距的 但是 我觉得因为这样子的草 也不是草根 就是小人物吧 就是在日常周遭啊 或是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 其实还蛮常看到的 嗯 对 所以在准备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就准备准备的 其实就会脑中默默的浮现一些 嗯 认识的女性长辈的影子 对 然后可能没有 一开始没有说 哦我就是要这一段模仿谁 那一段模仿谁 也没有 就是这样顺顺的做下去 可是 就是你在做的 途中你就会发现 诶 好像 自己被某一个长辈上身了 那种感觉 就尤其比如说 诶可以讲内容吗 你讲讲看啊 比如说电话 电话你讲讲看你讲讲看 我觉得还蛮精彩 好我们就不破口的内容讲好了 就比如说我们在 我认识很多女性长辈在接电话的时候 就他们会面对不同的对象 然后切换他们的声音 就有些人 就是可能比如说有些人接下来就啊喂 然后有些人接下来就啊喂 这样就是 就是态度会差很多 对 然后就是 特别在这种时候吧 就觉得自己好像 好像哪一个阿姨哦 这样 对 比如说你演的时候也会开始 呃 模仿不同的人 切换不同的声音 是这样吗 诶 我们在看演出的时候 嗯 也许会有机会看到吧 对 我们刚刚说的小小提示 很厉害 很可恶 对 因为这个戏其实他 他 他 呃 情感很澎湃 所以我们不能做太多的剧透 所以我相信这次 两位在谈的时候最困难的 不过我还是请问一下 那些 就是你在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你觉得自己让你 你自己啊 你觉得那个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 感受最深刻的 是那种 比如说 疏离 然后遇到的事情 可是没有办法讲 现代人的那种 嗯 嗯 我觉得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跟这个本的 最内核的东西有关吧 就是因为 呃一方面日本人 然后一方面这两个人的关系 就很多话可能会 心里话会说不出口 嗯 就你很想要跟他说 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说 嗯 然后你有一些伤痛 你可能很深 但是 你又不知道怎么样表达 所以你可能累积起来 就会变成一个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嗯 然后 所以这个本我觉得最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一种 无可奈何吧 嗯 就在最当初看到他的时候 无可奈何 对 就是你可能 所有努力都做了 然后你想要尝试的都是了 但是 就是那又怎么样了 嗯 可是这个剧情又没有让他们的 无可奈何 最后发展成一个 一发不可收拾的冲突 其实又没有 嗯 在最后 欸我真的觉得我们剧后 哈哈哈 说说看 我觉得 嗯 可能以一般的戏剧来说 我们会期待他最后有一个大冲突 他可能有一个大圆 然后他有一个大 怎么讲 就是 可以当ending的一个折迹 就是撕破裂或什么 但是 可是现实状况不是这样 我觉得 就是这个剧本最最写实的地方就是 解决不了就是解决不了 然后我们能够学会是怎么面对他 他们 那 当然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冲突 就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 最最能期待就是冲突之后 他们学会了什么 嗯 那事情又改变了什么 还是没有 嗯 他们有什么 没有真的什么都没学会 嗯 对 我觉得这是这个剧本最最有味道的地方 嗯 对 所以像米红你在看这个剧本 你会觉得 你在看的是一个日本人的故事 而且稍微偏向中年 还是说你会觉得跟我们现在 比如说你们现在都都才二十多岁很年轻 对 还是你觉得像这种生活的状态 或者是这种人跟人相处的情况 其实也多少反映了我们当代年轻人的状态 我觉得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吧 就是如果一个角色他够力挺 你一定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 嗯 比方说里面男生他里面有一些问题是他 小剧透一下 他可能 没办法工作 或者是他 他在经历一些就是男女角色的设定上 在社会观感下 他们不应该做应该做的事情 其实这个在 在我们现在在我这个世代里面也都会遇到 只是细节不同而已 对 所以这样这个东西我就蛮能够共感的 但是像是他们在他们年龄层里面遇到的 在接近婚姻关系 他们跟他们家庭之间的关系 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多做功课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从我们身边的不同的人们去 去感受去找资料 这毕竟就是我们跟剧中角色的差别 也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差别 我们必须去靠近他们 嗯 其实日本跟台湾在很多文化方面 或社会背景上其实相当的接近 那当然广泛地说我们都是儒家文化圈 我们这个社会上都有很多的伦理 很多的禁忌 那我们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可是也许我们根本说不出口 尤其对于爱这件事情 那个台湾人跟日本人 或者中国人其实大概都都蛮接近 所以我觉得这个 当我还没有看过这部戏 那我看了很多介绍跟评论 我觉得它其实让我们重新去思考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怎么样 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 然后可以让彼此可以 让关系维持得更久 然后 譬如说吧 我们常常就把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也当作是一个好像免洗块 就维持一段关系 一段时间我们又把它丢掉 我们觉得好像替换一段关系 比维持一段关系更容易 好像也是一个 常常会变成是我们优先的选择 对 那你们自己在看这个剧本 你们会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怎么讲呢 就是从我读戏剧 我进科班以来 接触过蛮多不同世代 不同年代的剧本 那谈论感情也很多 那只能说我们在 像你刚刚说的 替换感情好像比维持一个感情 还要更容易 我觉得好像在当代 在最近 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然后 可能在我们爸爸妈妈的年代 可能是另外一种现象 对 那我觉得 归根结底就是 人的孤独要怎么解决啊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它 好像 我觉得我在看这个本的时候 我感觉到也是这个 就是 我们从剧本里面看到的 线索跟现象 跟年代设定 那是我们看到的 其中一个冰山一角 可是 我们在讨论底下的东西是 我觉得是 人的孤独吧 就是 或者是我的情感 该往哪去 我有情感 我该怎么让别人 进来我的生命里面 那那个目的又是什么呢 意义又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 该是怎样的存在 我该跟其他人 有什么样的关系 跟依存 我觉得这是 就是一直以来 戏剧在关心人 在关怀人 在关怀人的生存之下 最大的命题 最大的核心 就是我们 我们何以至此 我们 该怎么跟世界共处 对对对 嗯 嗯 嗯 那其他人 那你觉得 你自己演完这个戏 你自己会觉得 你有更多的解脱 或是你有更多 对于 对于人跟人关系的理解吗 对于人跟人关系的理解 就是觉得 陷入一阵 就是深深的思考吧 就是觉得 因为刚刚说到说 情感替换比维持还 没常见 还是容易 是 容易 嗯 因为我觉得好像 应该说是维持 我觉得最有感觉的应该就是 感情的热度这件事情吧 嗯 嗯 就比如说这可能可以体现在 性方面啊 或者是 怎么样去吐露自己的爱意啊 这方面的事情 然后 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维持一段长的感情 就你可能未必是在维持那个热度 嗯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是 你去替换你可能是在寻找 那个热度的延续 对 嗯 但你维持在一段感情之内 并不是说 他就是特别成功 有时候你维持一段感情 他也只是 一个表象 或者说是就是 那个热度会慢慢衰退 然后你们还在寻找 就是怎么样维系这个热度的方法 是 对 嗯 嗯 那结果把这个 这个关系的维系 又推到了一个更 更深刻的层次 就是到底我们在维系的是 感情 维系的热度 还是一种表面上的和谐 或者是我们只是为了 迎合其他人的期待 好 我们就暂时还让这个事情持续发生 嗯 OK 好 那我们的那个第一段节目先到这边 我们等一下继续再来聊 杏仁豆腐性 好 已经今天两位 年轻的演员 他要怎么样 好 带领我们理解戏剧的世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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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暖男呢 我喜欢洗衣服 你根本是唯恐天下不知啊 打开门窗 搭啦啦在里面吸地板 我很喜欢吸地板 好 那你为什么要在倒垃圾的时候 跟邻居的太太讨论八卦咧 为什么你要这样 我可以拜托你不要这样 我跟你说 他自己压错了对不对 所以你们就有机会去离谱 就有机会把他接回来 像照顾我爸那样去照顾我妈 你都没认过了对不对 你倒酒啦 用我的钱买丽山清酒啦 多说啊 你如果做爱的话 我们可以回到以前吗 不是这样吧 我们可以回到以前啦 你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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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 大鱼妹啊 说不定是吸血 iPhone93.1台北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公民总主比余过滑时间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再度回来现场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一个非常年轻的表演团队 今年才刚刚成立的 淼淼 淼淼就是三个水好了 念作秒 然后两个秒秒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 导演 敏虹 和女主角 娜琪 那我们上一段 提到了他们 将在12月 在北投演出的一个节目 非常特别 信任豆腐心 除了在 北投的一个 明宅 应该是一个明宅 是一个书店 我们租起来了 对 那它不是一个剧场 它只是一个 可以让你有感觉的地方 好 然后还要带你去 北投小旅行 认识这个 北投的文化跟历史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这个剧场 可能会让你有一些 很轻松的设计 譬如说 你可能可以喝到饮料 或者是吃到点心 不过这个 可能要等你买票到现场才能看到 那比较特别的是 那我们刚刚谈到说 这个年轻的团队 那导演 明宏 你好你好 ok好 学的是工业管理 对 大学的时候 是 成功大学毕业 没错 没有毕业 ok好好好 那 那 你是讲 那琪 对 漂亮的女孩子 学的是图木工程 没错 也是成功大学 也是 角过水泥的 角过水泥 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 以前的父母 都不会喜欢自己的小孩 去做艺术的工作 那当然父母 可能出于好意 那艺术工作又辛苦 可能又赚不到钱 可是你们两位 都走到了这个 这个领域 尤其那琪 那个女生念完图木工程 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然后你在上一段 你还透露了 你到北京去念了电影学院 对 然后你现在又回来 演剧场的节目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 到北京去念了电影学院 嗯 就其实在大学 就 如主持人所说 我就念的是 土木工程学系嘛 但其实那个时候 嗯 在一边念土木的时候 一边其实就接触剧团嘛 就我们以前是同一个剧团的 然后 在一边接触剧团的时候 就发现 这东西太酷了 然后 太有 就是太有兴趣了 然后我就觉得 嗯 那要不要往那边走走看呢 但毕竟 就还是一个 传统教育体制下的孩子 所以 在大学的时候还没有 真的很放胆的 就说啊好 那我不念了 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 就等到毕业之后 觉得 嗯 时候到了 嗯 然后就去申请了 北京电影学院 就在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一个傻胆吧 对 就是 你什么都还不知道 所以你就可以冲得很快 嗯 可是很大胆的 就你做了这件事情 也等于说 你替你自己的未来 决定了一个新的方向 没错 对 你这辈子不会再去交损你了 不会再去绑钢筋了 基本上应该是不会 希望 你应该是希望不会吧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 我不太会了耶 但是你有这个技能 你之后可以拿这个 来帮忙大家 但我其实没有证兆 Oh my god 其实那个 脚损你跟绑钢筋 完全没有不好 女生去做那个事情 也没有不好 只是她替自己 做了一个新的选择 那那个米红呢 嘿嘿嘿嘿 我是念成功大学工业 即资讯管理学系 他就是在主修工业管理 或是资讯管理 对 听起来很厉害 这是现在我们那个 迈入工业4.0 需要的 有这个东西 赚钱赚钱 对 所有的生产都自动控制化 不是吗 好像就是因为 这个科技进步 所以就是学校有益的 把资管这个领域 加进工业管理里面 对 让它就是更资料化 对不起我现在不专业 不要讲 简单说就是你念的是 尖端的管理科学 算尖端吧 我以我学校为荣 对 好那后来 后来你为什么 去 你现在在北一大 念戏剧 跟硕士 这个转变也很大 我我我我 接下来说的可能有点煽情 就是 就是 因为我我念管理学院 然后我算那些数学 算那些东西 然后老师开中名义的说 我们就是毕业之后 月入会多少 然后会有多少的工作机会等我 不是很好吗 我那时候觉得好空虚喔 我在学校讀 要学这个干嘛 然后转转的就是 应该不是转转 偶然的碰到了就是 戏剧社团 嗯 然后 我感觉到一些东西 它像是真的 然后 真的是什么 就是 不知道就是 就比起这些学位 这些数字 我不知道感觉到一些东西 它比较真实 嗯 我就觉得它吸引住了我 然后 后来就是 因为这个社团 我觉得 我得说这个因果关系 是互相的啦 我因为碰了戏剧 所以我 无心语客业 所以我就 越来越无力 既然我已经碰到戏剧 我怎么会对我功课还有兴趣呢 所以就越来越不去上课 不去什么 然后最后就干脆休学 就是不念 然后家人就很担心我 然后后来我就是想说 不然再念个书 好了我就直接念念看戏剧 就念就对了 然后就是用同等群力报考了北一达 然后就考上 我帮他考试的 对他是我的数科演员 演员 对考试的时候需要有个数科演员 对我是我主修考研 你考的是导演 对然后我要带一段成 一段片段去呈现 然后演给老师们看 然后来面试打分数 然后就是考上之后 我爸妈就想说 好就让他读读看好 然后大家就读读看 好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以后那个家长看到小朋友 要去参加戏剧社 就要先阻止他了 对 可以观察他在爱什么 因为有 我这怎么讲 在戏剧社里面 也有碰到一些人 他是明白 知道自己想往什么方向 他想要赚钱 他想要 他想 有啊 我等一下跟你讲 他知道他自己想要 先有一季之长 所以他知道他的戏剧是想要 他也是他的兴趣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涯会不一样 那如果家长知道自己小孩在碰戏剧的话 可以关心一下 小孩究竟在关心什么 他爱什么 可以关心他生活过得好不好 之类的就是 对啊对啊 开启对话也是好事嘛 亲自之间的 对其实以前 那个在我们 我们成长的环境里面 大概学舞蹈 学音乐很容易 那家长大概都知道 学舞蹈跟学音乐 小孩都一定会变好 然后会姿态漂亮 可是学戏剧机会非常的少 其实家长不太容易有机会知道 小朋友去学了戏剧 可能对他的智慧 创造的有什么样的启发 那 那其实真的戏剧本身非常的迷人 所以 那 参加戏剧社团没有任何的不好 没有任何不好 很好哦 社团都是 都是一样的 那其实我们 其实看到 因为现在那个政府一直在推动 那个戏剧教育嘛 很多戏剧进到了学校 或者是 文化局也都在办戏剧的课程 其实我们看到 很多年轻人进到 这样的活动里面 重新去认识自己 那也是真的 像你们两位都来自 成功大学在台南 那成大的 那个台南的文化中心 在推动一个 16岁的小戏 哦 对他在鼓励年轻人 去讲自己的故事 然后把自己的故事 变成戏剧演出来 那我去看过他们的呈现 我觉得非常感动 嗯 这些年轻人好大胆 嗯 好愿意去分享 自己的生活经历 我觉得这是现在 这一代年轻人 最让人觉得 可贵的地方 对 他们乐于分享 然后乐于告诉人家 他真正对于生命的热情在哪里 可是像你们 在成长的过程 几乎都没有机会 接触到戏剧嘛 那其你有吗 嗯 在成长过程嘛 确实比较少 那你是哪里长大的 你的家 我是新北市 新北市 我是新北人 新北应该比较有机会吧 嗯 那因为小时候是读书人 对 读书人 没有啦 就是小时候 然后确实是像主持人说 就是会去学才艺啊 就学钢琴啊 然后画画啊 什么那种的 嗯 但确实在戏剧方面 家长比较不会去想到说 要说 诶送你去演戏这样 然后因为演戏听起来就是 好像有点浪费时间嘛 听起来 所以好像没有 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吧 嗯 嗯 这样 对 然后我自己 我自己的小孩 现在念大学三年级 嗯 他以前也是接触到了戏剧 他只是去剧团 打工 搬 搬道具 他就对于剧团非常非常喜欢 对吧 很可怕 就戏剧真的很可怕 很可怕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反映的是说 我们过去教育里面缺的一块 嗯 我们给了学生太多知识的东西 我们没有让他去自我探索跟发现 反而戏剧给了他们这样的空间 没错 因为我在就是学表演之前 其实我本来想 我高中想要念的是物理系 哇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 我喜欢纯科学 然后有点geek 然后喜欢宇宙 然后想要去NASA工作这样 然后 但是 对啊 就读书人嘛 就呆呆的 然后 就念了戏剧 接触了戏剧之后 就发现 好像耳朵跟眼睛打开了的感觉 而且那个是 关不回去的 有点尴尬 就是你会觉得 好像看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 觉醒 对觉醒 然后就有种 怎么办 就是其他事情都显得 好枯燥 对 这个就是天命 那个来自内在的一个呼唤 好像是 他听到 我听到了 我也听到了 对 那敏虹呢 你以前有机会接触到戏剧吗 刚刚讲到才艺嘛 我小时候 因为我家里亲戚有人是教钢琴的 所以你也是 就把我带去给他 就是 就是用比较 折扣的价钱 对 交了我钢琴 对 然后我音乐也一直持续用到现在 然后 算是一个我的熏陶啦 这样 但是我真的接触戏剧 我是从大概可能高中开始自己写剧本 就是 因为我高中跑的社团是媒体传播社 我是台南人媒体传播社 然后 就开始拍片啦 写剧本 然后就 那时候开始对戏剧什么 开始有点 有点 问号 这样 然后 大学的时候看了台南人剧团的戏 然后就直接把我 这样子 mind blown 就是直接就是点心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哇这是什么 这好酷喔 然后 你知道这种感动是说不出口的 I know I know 对 然后就是 大学的时候有学长 因为认识我 然后他们 他就在剧团里面 他就把我拉进去 嗯 然后我就从此 再也就是 触不来 改了人生的轨道 对 像 像两位啊 那个 李鸿跟那奇其实都是在大学的时候 参加了戏剧社 嗯 对 然后现在就创了一个剧团 对 那 问一个最熟悉最熟悉的问题 就是那个长辈通常都会关心年轻人 有点紧张 对啊 创剧团你们活得下去吗 你们怎么去思考 活下去这件事情 我们的生涯规划 我们的兴趣选择跟最现实的经济问题 你怎么去思考 好 我都下去了 他今天刚拿到薪水 我今天刚拿到三个案子 这不是重要 我的意思是说 应该说各行各业都有各自赚钱的方式吧 就是一定有比较多元的赚钱方式 那一定有比较稳定的赚钱方式 那就是 就是每个人平衡不一样咯 那现在就斜杠的人很多啊 就是每个人可能好像都要身兼多职 那就是这样吧 剧场有蛮多人是身兼多职 有人就是会去跑UberEat 然后有些人会去哪里打工 去咖啡店打工之类的 那对表演艺术人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研究机会 我可以去观察人 观察不同的产业 很正面的 就是去做这些事情 同时也是你做田野调查的机会 对就在田野调查 那这个东西 只能说因为这样的工作环境 让我们对我们的工作也有更多贡献 就是我有更多资料来贡献在我工作里面 所以它讲好听一点 它也是一个循环 对 它的确听起来好像蛮不稳定 可是相对来说自由许多 而且我们思考方式又更自由 不会被框架在一个很明显的体制里面 对 像是公司体制之类的 对 我是觉得吴米红的想法是相当正面 我的想法是比较中心一点 中心 对比较中心 因为我觉得所有长辈都会理所当然觉得说 为什么会问你赚多少钱 其实就是因为假如说你没有办法 以这个工作养活自己的话 你好像就没有这个资格 或没有这个分量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思维的误区 因为假如说你做的就是艺术的话 它就是赚不到钱的 对 那就像米红刚刚说到 就是其他的打工也好 或收入来源也好 就是我觉得它是必要的吧 或者是说 就算是像我做表演的 我在做表演的时候 我会知道什么东西是我纯创作 什么东西是我商业的收入 就是比如说 广告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东西 然后我接了这个 我知道说这个是为了养活我自己 那或者是我接另外一个 这个是为了我创作的热情 对 就是我觉得是你的创作跟你的 金钱的收入要 你要分得很开吧 就是你不要期待说 你可以一边创作 然后一边又获取很厉害的收入 这可能比较困难 那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可能需要动一点脑筋 或者是有厉害的制作人 帮助你吧 我就觉得是这样 其实像那其 你从北京电影学院回来 你旁边那些同学都是 未来可能是在 中国最有名的这些电影明星 对啊 其实他们 尤其是大学部研究所 其实都有嘛 就大家都是 真的是万里跳一吧 对那你没有想过 你将来要去朝这个方向发展吗 去拍广告啊 然后拍电影啊 可能都会比进到剧场要容易 然后我其实现在是双轨并行啦 就是之前在大陆的时候 我是 其实是 因为我是电影表演主修的嘛 所以其实我还是以拍影视作品为主 就是拍了一些 网剧啊 网大的电影啊 什么的 那回到台湾之后 我其实也持续的在 往这方面行进 这样子 就也是接广告啊 接影视啊 然后我现在其实同时也在 北大的电影系 就是有上 跟李全老师上课 那 那 但我觉得剧场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磨练吧 嗯 是练功的一种方式 嗯 对 所以我其实不会觉得说 这东西会抵触 或者是互相干扰 嗯 对 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是 爸爸妈妈 如果你的小朋友 喜欢艺术 喜欢戏剧 嗯 真的可以思考 让他多接触一些 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 年轻人 譬如说今天的那个 明王或者是那期 他们生命的热情 是一件事情 他们会全心全意的去做 同时他们会为了 要支持自己生命的热情 他们去找到 其他的方法 赚到他们的 支持他们生活的费用 嗯 所以其实 对现在年轻人来讲 就是一个工作 绑住他所有的时间 他所有的生命热情 都放在这边 好像已经不是那么实际 好 那其实现在年轻人 其实很习惯这种斜港 对 他参与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可能有些事情 是他自己 他的热情想要投入的 有些事情 他其实非常清楚 我就要从这里 赚到我的生活费 嗯 那我们很多学生 其实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会接很多工作 然后非常的忙碌 可是他们乐此不疲 对 没错 没错 对那所以那个 那在这个 表演艺术这个领域里面 创作者 导演 或者是剧作家 写剧本 是是 稍微辛苦了一点 好 你们一定要有戏才能到 你要这个写的作品 你要有人才能演 对 那所以米宏你自己觉得 我真的觉得剧作家辛苦 真的辛苦 因为他们要埋头 就是 因为我觉得现在生活的 忙碌的步调 已经没办法 让一个人有时间 好好的 专心专严在一个故事里面 然后去专去 去雕砖那些人的关系 那 现在有人能 就是真的做到这件事 可能半夜都不睡觉 还写剧东西 觉得他们很辛苦 然后他们通常是 工作队不稳定的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 工作时段 他们就是 他们算是责任制 就是 反正我要把 时间内要把剧本交出来 然后就是 好就是好 这样 那 导演的话 导演 该怎么说 因为我现在也还没有 我是不是还 正在写论文 还没有真的毕业 我觉得 都很辛苦 因为导演 虽然好像是 坐在 坐在排练场的椅子上 看演员 就是演戏 导演其实也 就是动头脑吧 他跟剧本 剧本有点像 就是导演要花时间去想的事情 要去沟通很多事情 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都 都很辛苦 就是 实在是 一部出来是 也比较辛苦 确实是 真的是这样 演员好像就是 有很多case 跟同个通告 然后通告有些有期的 蛮难告非常 可是 演员真的是用身体 在炸体力 炸精神 几乎 甚至有些 要排夜限 还是什么的 但是20小时不间断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 很高强度的体力 对 对 直接来到 节目的明洪 跟那琪 两位 其实都是 本来都不是学艺术 可是后来 他们现在都转到了表演艺术 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剧团 12月即将在北投 结合演出跟小旅行 这又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设计 那淼淼剧团的 杏仁豆腐心 那我们从这一段 节目刚才的分享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对于自己生活 热情 对于未来 怀抱的理想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 这一代年轻人真的不一样 他们心里面有很热情的 理想想要跟大家分享 他们也会用他们的 时间 精力去实践他们的生活 然后让他们的热情可以 真的被呈现出来 那所以 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今天跟我们分享你们的 新人豆腐心 也希望你们的这个 节目可以演出顺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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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